人为尼克斯阵中的中风乔禁诺阿 今日一次通过社交媒体发现了自己的不骂情绪 他在上面的言论似乎是在表达想要离对的讯息 但在该条信息在网上还被引起热议之后 诺阿迅速将其删除 NBA近前才开打 正视频直播默尔本联队VS76人双弟 行征成诺阿要求尼克斯交易自己让我走吧 你们还在等什么 你们根本不像我待在这儿 所以让我走吧 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 诺阿在每一句话的结尾处都用上了三个感叹号 考虑到他在尼克斯队的现状 这条信息一次再传达自己过切期望离对的想法 目前乔西诺阿和合同还剩两年三千八百万的金额 这让尼克斯很难通过交易将其送走 根据此前多方消息源的爆料 尼克斯可能会使用延伸条款来将其裁掉 但该动作尚未发生 在一家合同频出的2016年 尼克斯与诺阿签下了一份自年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巨额合约 而在此前的九年里 诺阿一直为公牛效力 自2007年以第九顺位加盟公牛之后 诺阿在那里两次入选全明星 2013年 2014年 并于同年两次入选最佳王手阵荣一阵 他还在2013-143季当选年度最佳王手球员 并因此入选了联盟最佳阵荣一阵 然而在加盟尼克斯之后 诺阿因为伤病和场外因素 竟计谁准出现严重滑坡 他还因此再生格赛 竟与前尼克斯主帅杰夫霍纳塞克爆发头角 与主帅的角悟关系以及日益下滑的状态 也让诺阿一长期处于无球可打的状态 在为尼克斯出战的46场比赛中 他场均只有4.6分7.9篮板的贡献 在2017年2月份 因了使用维近要务 诺阿被联盟竞赛20场 并因此缺席了2017-100赛季的前12场比赛 新年33岁的他在此前为尼克斯和公牛效力的625场比赛中 场均可以交出8.9分和9.3篮板的数据 一在尼克斯方面 真的将诺阿裁掉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消息 指出有球队愿意追求他 许多人都在猜测 曾在公牛指教过他的森林郎主帅 塔姆西伯度可能会向他抛来赶来之 因为紫西伯度以篮球事务运营主席和主教练的双料职务入主森林郎 包括吉尼巴特勒 塔吉布森 德里克 罗斯 罗尔顿 阿罗布鲁克斯等人在内的前公牛球员都前往了森林郎 到根据纽约时报记者Max Time的报道 森林郎目前没有择住诺阿的计划 而吉尼巴特勒也在前段时间刚刚主动递交了力队申请 悟空